我要生活留學 我要和同學一起畢業 我要環遊世界 但是如果因為意外懷孕 他們的夢想就無法實現 所以我們要透過 女孩為革命 發揮一個秘密令 防止意外懷孕 大家好 我們是代表台灣buyer的co-worker 這個小孩他很可愛 但是他是個孤兒 一個年輕的少女因為意外懷孕 生下她之後把她遺棄在路邊 她的醫生 注定要以這樣的方式作為開始 在台灣 像這樣子的新聞屢見不鮮 一個國三十五歲的少女 生下七月大的男嬰 十九歲的高職生 因為意外懷孕而生下一個孩子 像這樣子的新聞 還在不斷地發生下去 你們知道嗎 在台灣每十個嬰兒 就有一個嬰兒 是未滿二十歲的年輕小媽媽 所生下來的 意外懷孕 是需要我們關注的議題 需要我們挺身而出 除此之外 我們來比較一下 各國在避孕行為上的不膨 在口服病院的使用率上面 他們是像這個樣子 接著我們比較一下 意外懷孕率的使用率 我們可以很快地發現一個現象 口服病院藥使用的比率越低 意外懷孕率就越高 台灣的意外懷孕率是德國的七倍之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德國的口服病院的使用率 是百分之六十 而其中也有百分之二十 同時使用保險套 做雙重保護的效果 可見台灣跟歐洲 在避孕觀念上還有很大的落差 因此我們想要關注意外懷孕 這個對台灣非常重要的社會議題 並且讓我們跟上歐洲 對於避孕的先進觀念 我們定義出我們的核心任務 我們要針對十五到三十四歲的年輕女性 傳遞正確的避孕資訊給她們 更精準的來說 我們希望可以落實自主避孕 有女性自己決定應該怎麼避孕 有女性自己決定實踐避孕的方式 另外我們也要推廣雙重避孕的概念 也就是男生使用保險套防止性病 女生使用避孕藥防止意外懷孕 這是我們今天的報告大綱 今天要帶給各位的是一場避孕藥的旅行 在談策略之前 我們先再次定義一下我們的目標族群 我們將十五到三十四歲的族群 再細分為十五到二十四歲的學生族群 以及二十五到三十四歲的這些女性 我們後續的活動規劃 會把重心放在十五到二十四歲 這些比較年輕的族群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在一刻研究發現 台灣的女性第一次發生性行為的平均年齡 是十八歲 另外我們有看到一個研究 當這些年輕女性決定她的避孕方式之後 他們很少會再做更改 因此我們必須及早建立 他們對於避孕觀念的建立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是會把後面的活動 重心在溝通 與十五到二十四歲的學生做溝通 發生這些效果之後 再發散到二十五到三十四歲 這些原本就比較願意接受避孕諮的女性 來改善意外懷孕 這個對台灣非常重要的議題 接下來我們了解的 我們目標族群有哪些 我們想要知道 這些目標族群 他們在想什麼 你們可能會聽到這個 我都叫我男朋友去買保險套啊 我們發現台灣的女性 她們的自主避孕儀意識相當低落 多數的女性都仰賴男生去做避孕 接著你們可能也會聽過 我覺得戴保險套就夠了啊 對 台灣跟歐洲在雙重避孕的概念 認知上差異非常大 最後你們可能也會聽過 我覺得藥師不想賺我錢啊 藥局作為政府推廣避孕資訊 一個非常重要的管道 但是我們卻發現 台灣的女性很少願意在藥局 跟藥師進行專業的諮詢 針對三個問題 我們提出了三個因應的策略 針對現象一 我們希望傳達給女性一個重要的觀念 那就是女性自主 需要透過自主避孕來達成 如此才可以防止意外懷孕的發生 正在現象二 我們希望強調 台灣跟歐洲這些現境國家 在避孕觀念上的差異 必須透過認知雙重避孕是什麼來改善 第三我們希望拉近學生以及其他目標族群 跟藥師之間的關係 我們嘗試把藥局拉進到我們的活動裡面 這樣就可以改善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 在策略的最後我們提出我們的企劃目標 首先我們希望快速的讓他們了解到 避孕只用保險套是不夠的 接著我們希望讓他們認識自主避孕是怎麼一回事 接下來我們希望他們重新認識口服避孕藥是什麼 破除他們對於口服避孕藥的迷思 然後了解並認同雙重避孕的概念 我們也會試著在行為上做一些改變 我們希望他們開始走進藥局 開始願意向藥師諮詢避孕的觀念 簡單來說我們的企劃目標 是根據觀念態度以及行為的改變所定義的 那在這樣的策略之下 我們怎麼樣規劃我們的活動 剛剛已經清楚地說到 我們的目標族群是15到34歲的年輕女性 我們開始思考什麼樣的主題會吸引他們 口服避孕藥在臨床使用已經超過50年 美國時代達志曾經說 避孕藥是20世紀以來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它在當時引起了西方許多性革命 它也見證了當初女權運動以及社會變遷的過程 在台灣現在意外懷孕率趨高不下 女性對於避孕這種影響她未來這麼重要的議題 她們卻把它交在別人手上 因此過去避孕藥的革命改變了女性式生育機器的宿命 這一次我們提出女孩為革命 我們相信日常生活中每一個改變 不論她是微小或是私密的 對我們來說那都是一次革命 我們希望透過女孩的避孕令來落實自主避孕 並且推廣雙重避孕的概念 來讓社會更能夠了解意外懷孕 我們邀請女孩跟我們一起參加四個活動 首先公益路跑 我們希望可以引發首波的社會關注 接著野餐活動 我們希望可以引發第二波的社會關注 在引發關注之後呢 我們希望辦校園講座 讓這些目標族群可以有更深入溝通的機會 最後我們的藥局活動提供一個管道 讓目標族群可以去實踐他們對於這個議題的關心 接著主題網站會將我們這些四個活動做一個整合 從另外一個構面來看 我們每一個活動的設計 都是針對改變awareness attitude 還有behavior去做設計的 另外我們在活動的設計上 也包含了許多15到24位族群 可以參加的野餐活動以及校園講座 目的就是要多跟他們溝通 及早建立他們正確的知識 因為藥事法的規定 藥廠的廠商品牌 並不能露出在我們的行銷活動當中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都想要強調的就是 推廣正確的避孕知識 去關心台灣意外懷疑這個議題 而不是避孕藥這個產品的露出 那我們該怎麼做 所以我們開始介紹我們的活動 首先為大家介紹公益路跑 女孩一起來狂奔吧 那我們邀請到一位路跑的參加者 來為大家做分享 大家好 我在五月底剛參加完一場 以女孩為革命作為主題的公益路跑活動 我參加過很多場路跑 但這場路跑讓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以路跑青春活力的形式 來引起了我對女性自主避孕這個議題的關注 另外這個路跑也有公益的部分 主辦單位在我們每位參賽者完成活動之後 會為我們捐贈五十元的捐款 給例行基金會 他們是目前有在進行關懷未婚懷孕 不好意思 意外懷孕少女相關議題的組織 這讓我覺得我不只是在參加一個路跑 也是開始在關懷這些因為意外懷孕 而使他們自己的人生規劃發生改變的女孩們 我是從電視上得知到這個活動的 我還記得在廣告中 一個女孩她摸著她微微隆起的肚子 看向窗外她的同學們 正開心地拍著畢業照 從最後的畫面我得知到這次的路跑活動訊息 那我也知道了從哪裡可以連接到這個活動的粉絲專頁 在活動當天簡錄的時候 我拿到的號碼牌還有手環以及現場的布置 都印製有女孩為革命這個活動標語 並且強調著自主論這個議題 讓我在活動中能夠不斷地提醒自己 我是為了什麼在跑 這個路跑最特別的地方 剛剛所提到的活動前的電視廣告 非常的吸引人 那在活動當天也有非常多的女孩 和我一起參加這個活動 拜爾在這個活動中 她以一個贊助商的角色出現 讓我了解到拜爾也是有在做 關懷女性自主這方面的議題 謝謝這位參加者的分享 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的是野餐活動 女孩一起來野餐吧 那我們邀請到的是一位記者 來為我們做這個活動的報導 大家好我是記者Joyce 今天搭配世界避孕日 今天搭配世界避孕日 我們將在 今天搭配世界避孕日 不好意思 今天搭配世界避孕日 在全台北中南七所大學 舉辦了一場上千人共同野餐的大型校園活動 主辦那位表示 他們希望能夠以這樣一個女性喜愛的活動形式 讓女孩們能夠在這樣輕鬆的氣氛之中 聊聊避孕這樣子的一個敏感議題 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 女孩們戴的參加手環 以及現場的氣球貼紙上面 都有今天的活動標語 也在強調著雙重避孕這個議題的重要 另外主辦單位也為了這一群 平時很少有機會進入藥局的年輕族群們 設置了行動藥局體驗這個特別的活動 現場有專業的藥師 與女孩們進行互動 提供他們正確的避孕姿勢 並且增加他們與藥師之間的熟悉度 這場女孩為革命的野餐 吸引了2500名的目標族群來響應 並且在事前的宣傳上面 引起了網路上熱烈的討論 後續更詳細的新聞報導 我們再將繼續為您做播報 謝謝這位記者 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校園講座 女孩一起來亂講吧 那我們邀請到一位參加講座的學生 來為大家做活動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在上個月去野餐的時候得知這場講座的 那我在野餐的時候也接觸到一些自主避孕跟雙重避孕的概念 我想要深入教解他們 所以就報名參加了 剛剛演講的講師非常有趣 跟我們有很多的互動 他為了例如避孕帶保險套我就夠了嗎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用我們桌前的圈、插或是問號來作答 那他會看我們答題的狀況 再給我們一些更多關於避孕的資訊 另外呢主辦單位也有請到 宅女小紅這位部落客來分享他自身的經驗 我有看過他的部落格 他就是一位很有趣 會跟大家用一些很有趣的字眼來描寫女性自主議題的部落客 所以剛剛他在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全場的氣氛是非常輕鬆不尷尬的 活動結束後呢 我有去下載了他們介紹的APP 這個APP除了可以記錄驚奇以外 還有提供一些避孕資訊 非常貼近我的生活 整場講座下來 我覺得我更認識自主避孕、雙重避孕了 也不會害怕避孕妖 同時透過專業藥師的介紹 我感受到他們的親切可信 我覺得以後我有問題的時候 可以去向他們諮詢 聽說今天只是第一場而已 我要把這場獎座推薦給我的好朋友 還有高中的學妹 邀請他們來參加其他的場次 謝謝這位同學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藥局活動 女孩一起來微笑吧 那我們邀請到呢 是一位我們社區的女藥師 來為大家介紹這場活動 大家好 我是有配合這次活動的社區藥師 其實我們藥師一直都很困擾 這些女生不願意走進藥局來向我們諮詢 那做過一些研究後發現 他們是認為我們不專業 或者是商業化這些刻板印象 那很高興也有一份論文提出 如果這些女生是可以認得我們的 就可以抿出這些刻板印象 所以我們的活動設計呢 就是希望他們可以透過合照的方式 來認得我們 同時呢我們這個活動 也有和立新基金會合作 以公益活動的形象吸引他們參加 整個活動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目標族群呢 會在我們的網站跟APP上面 得知我們的活動資訊 那有APP的人就很方便 他可以直接使用我們定位的方式 找到離他最近的特約藥局 進入藥局以後 他們會進行一個簡單的避孕式飛體 那我們會試他們的答題狀況 再給更多的建議 接下來就是最重要的 邀請他們與我們合照 並上傳到Facebook 最後他們就可以獲得 我們跟立新基金會合作的巧克力 那這整個活動 我們希望可以邀請5000名女性 來和我們一起合照參與這個活動 除了讓他們得到正確的避孕知識以外 更重要的是可以透過這個互動中 讓他們感受到我們親切可信的一面 進而在日後 他們有避孕需求時 會願意來向我們諮詢 謝謝這位鑰師 接下來要繼續為大家介紹的是 主題網站 那麼主題網站 我們邀請到的不是別人 就是Cowork的抱 謝謝Tony 有了這麼多有趣的活動之後 我們接下來將透過一個主題網站的形式 來包裝整個年度企劃的各項活動 以及我們的避孕資訊 那我們的主題網站 將會長得像下面這個樣子 女孩們進入主題網站之後 將可以看到我們推廣的影片 那我們在上面也置入了 我們自主避孕的專區 以及各項活動的專區 方便女孩們可以更快地找到 各項活動的資訊 除了主題網站之外 我們也設置了Facebook粉絲專頁來做宣傳 那同時我們也藉由YouTube廣告 來宣傳粉絲專頁 以及Yahoo奇摩關鍵字 Google AdWords關鍵字 來推廣我們的主題網站 並配合網路以及實體的各項宣傳 來宣傳年度企劃中其他的活動 那剛剛提到 我們在YouTube上實際放上了推廣的影片 而在這次我們也實際製作了一支影片 女孩一起來做對吧 藉由兩兩搭配的一個概念 來進行雙重避孕這樣子的概念 那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這支影片 你有沒有發現 自己總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堅持 像吃早餐的時候 有油條 當然就一定要配豆角 啊 好像有很多人也這樣 當然威優屬於自己的搭配 在健身房裡 邊跑跑步機 就一定要邊配Basanova 跟Mix在一起就是很對位 大家應該都有過這樣子的經驗吧 上課的時候有課本 當然也要配漫畫囉 下課去約會 如果新鞋來潮穿了碎花洋裝 就一定要搭配這雙牛巾鞋 據說這套裝扮可是百戰百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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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這種時候 我早就做好準備 有保險套 還有避孕藥喔 藉由日常生活的兩兩搭配 推廣到保險套 以及避孕藥的搭配之後 我們將藉由文字說明 來告訴女孩 為什麼你應該要這樣子搭配 那如果女孩對我們活動 以及資訊有進一步的興趣 我們也在最後 設置了Facebook粉絲專頁的連結 女孩這樣配才能健康又幸福喔 那以上就是我們整個年度的企劃活動 那接下來我將由兩張圖表 來檢視這次年度企劃的效益 以及預算分配 首先在預算分配的部分 整個年度企劃預計花費 新台幣500萬元 那在分配的部分 由於主題網站 作為一個整合性的平台 貫穿了整個年度的企劃活動 因此我們在e-marketing上 下了非常多的經費 它的預算比例分配是最高的 此外 路跑活動非常強調awareness 我們將透過 與企劃接觸非常多的目標族群 的操作方式 因此它在分配的比例上 也是相當的高 而在效益的部分 我們結合了干特圖 以及活動的效益表 來介紹我們的年度規劃的時程 以及各項活動的效益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從5月到12月 主題網站貫穿了整個企劃活動 作為主軸 而其他的活動 也按照我們的規劃 依序的推進 而在效益的部分 我們將效益分為 廣度以及深度的接觸 在廣度部分 我們首先以主題網站 路跑以及野餐活動 以媒體購買 以及公關操作的形式 來接觸大量的目標族群 那在藉由獎座以及藥局活動 進一步的對這些目標族群 進行溝通 深度的溝通 黃色的圈圈代表 扣除媒體購買之後 接觸每個目標族群 所需要花費的成本 而整個企劃活動 預計接觸的人次 大概是500萬人次 謝謝Bob 在介紹完我們所有 年度規劃的企劃活動後 我們實際將野餐活動 拉出來進行實作 那麼我們今天 就要邀請野餐活動的主持人 Hannah 來為大家還原 我們的野餐活動現場 嗨 大家好 我是這次活動的主持人 Hannah 那非常歡迎大家 今天一起來參加我們女孩 一起來野餐吧的活動 那 這次這個野的意思呢 其實是說 女孩 其實是說女孩 要勇敢的做自己 盡情的做自己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讓大家知道 女性在自主避孕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對自己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那相信大家報到之後呢 各組手上都會拿到 像這樣子一個野餐欄 那裡面除了有 我們為大家準備 免費的食物之外呢 還會有一個 像這樣子的避孕小手冊 那裡面有相當多的避孕資訊 更重要的是 還會有一個 像這樣子的庫卡 那庫卡上面呢 寫的是一個 因為意外懷孕一個女孩的故事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故事 讓大家開始 跟我們一起關懷 因為意外懷孕所引發的社會問題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 活動的這個場地的配置圖 左右兩側 各有一個 那個避孕 獨立餐車 那這個獨立餐車上面放置的 就是更詳細豐富的避孕資訊 除了剛剛提到的手冊之外 我們還提供像這樣子的避孕教材的教具 那大家就可以有進一步想要知道 到底譬如說避孕器長得怎麼樣子啊 或者是說保險套 可能有些人連摸都沒有摸過 所以就可以來這邊動手摸摸看 那麼接下來就請大家 跟我們一起開始野餐吧 那其實當天參加者的 參加情況其實十分踴躍 那除了我們準備的食物之外 女孩們也會帶自己的點心來 那我們現場有一個 獨立故事的活動 目的是要引起他們 對我們這個議題的共鳴 那這是剛剛提到 我們在獨立餐車上放置的避孕資訊 那這是主持人會在串場的時候 做一些與議題相關的說明 那雖然有點下雨 不過參加者還是十分捧場 那最後因為雨勢變大 我們就已經事先準備好了 預備場地 那為了因應 就是因為雨天他們比較不 就是不願意起來走動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這些 避孕資訊傳閱下去 我們有邀請到兩組表演團體 那最後的抽獎活動呢 那最後的抽獎活動呢 是希望他們可以跟我們一起全程參與 好 整體說來呢 我們這次野唱活動是十分成功的 因為雖然說有一點下雨 不過我們的報道率是高達八成 現場總共有180幾位的參加者前來 而且他們全部都是我們的目標族群 再來我們的粉絲專頁有 將近五百個人按讚 那透過大家在自己圖牙牆上的分享 最後我們一週最高觸及了三萬人次 那當然我們的活動也有設計問卷 那我們在問卷的回饋當中可以發現 有九成的參加者其實十分滿意我們 這次舉辦的活動 那當中又有四成的參加者 他們在活動前其實不知道什麼是雙重碧獄 可是他們參加了活動以後不僅知道這個概念 而且對這個概念還是採取認同的一個態度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我們這個實作的目的呢 其實是要驗證我們剛剛說的 前面的野餐跟路跑活動 我們是不是能真的透過這樣子的活動形式 來引起媒體的報導 進而引發社會關注 那結果怎麼樣呢 我們在活動隔天的自由時報 第一時的健康醫療板上 就出現了我們的活動的這個報導 並且是以推廣雙重避孕 這樣子與我們議題 十分符合的斗大標題出現 而且是出現在這個版面頭版的位置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版面 其實價值大概要十萬塊以上 而且在自由時報 這個版面其實是不能用買的買到的 也就是說我們能夠成功的吸引媒體 自己主動前來報導 並且做這樣子的露出 對我們來說是十分不容易的 除了自由時報之外 在Type A Time上面 也有我們的新聞露出 這兩個媒體效益 總共接觸大概一百萬人次 整體說來 我們的媒體效益是十分成功的 而且這個只是我們一場的實作 我們在企劃當中提到的 我們要串聯七所大學 舉辦一個更大型的野餐活動 相信會帶來更大的媒體效應 那當然也就可以引發更大的社會關注 在報告的最後 經過了24分鐘 大家還記得這個可愛的小孩嗎 如果我們可以正確的推廣避孕資訊 防止意外懷孕 那這個小孩 他可以在父母的期待 在父母的愛之下健康長大 大家還記得這三個充滿夢想的女孩嗎 如果她們可以知道正確的避孕資訊 她們的夢想 就不會因為意外懷孕的終端 我們希望透過女孩為革命這個企劃 來落實女性自主避孕 並且推廣雙重避孕的概念 We are co-workers 女孩為革命 發揮你的避孕力 謝謝大家 好 非常感謝我們第一個隊伍 co-workers帶來的雙重避孕的概念 我們現在請我們的同學們呢 要準備開始接受提問了 好 所以呢 我今天我們這個順序呢 首先 我要請我們的第一位 就是方志明方教授 來對我們同學提出問題 我有兩個問題請教 第一個就是 我看到你們 在整個consumer behavior上面 是有順序的 就是你要先讓消費者了解 就是awareness 接著下來要改變他的態度 接著下來要讓他實際去行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覺得有一些活動可能是多餘的 譬如說你們的路跑 他已經會產生一些awareness 可是呢 我看到你們在校園裡面去野餐 你說這個是要改變他態度的一種做法 這樣 可是呢 我剛把整個活動看了之後 那我實在是不會很理解 因為 從了解 從知道這個事情 一直到改變一個人的態度 事實上是非常困難的 那我不曉得你們覺得 那個去改變人的態度 他應該著重在哪裡 這個我要知道說 你們是不是做到那個重點了 我的重點是改變態度 所以改變態度 事實上是有相當高的 education的東西在裡面 我看不到 那第二個呢 那我對你們最後一個 這個最有關的 這個behavior這個部分 就是藥局的活動 那藥局的活動呢 你們又是針對了這個 25到34歲的這些女性 那個為主 那這些人呢 那個整體上來講 你們規劃的活動 我不曉得一位25到34歲的 上班族的女性 你們這裡是講office lady 那office lady的話呢 會做這個事情 第一個 他要從網站上面得知消息 第二個 要到指定社區藥局去進行活動 那去了之後呢 這位25到34歲的女性呢 他必須要完成一次的資訊小遊戲 你跟他玩遊戲 你要跟他做測驗題 接著下來呢 他要跟那個指定的藥師去拍照 拍完照之後呢 他還把他放到facebook 然後接著下來 他會收到一個小禮物 是巧克力 我有點question 就是他會去做這個事情嗎 這個是我兩個最大的疑問 謝謝 謝謝 感謝方教授的提問 請問一下我們的co-worker隊 要誰回來主答嗎 好那 我先回答第一題的部分 就是提到我們的野餐活動 到底有沒有辦法真的改變他們的attitude 對那其實我們的野餐他的一個特色是 他同時可以達到awareness 就是透過媒體的露出 那在attitude這方面呢 由於我們的活動是為期 就是他整個進行了三個小時 那我們在許多地方都有置入議題的 就是跟他們傳達的議題 包括我剛剛提到的庫卡跟避孕那個餐車 對那更重要的是我會 就是主持人會直接的告訴他們 就是我想要傳達的議題這樣子 那到底能不能真的改變他們的議題呢 他們的態度呢 其實我剛剛有提到 我們有透過一個問卷 那這個問卷的題目是問他說 那你現在活動過後 你認同雙重避孕這個概念嗎 在問這題之前 我們有去問他是不是知道這個概念 對等於說這兩個問題是有層次的 那當他們選了知道之後 有九成以上的人是說他們認同這個概念 那我們覺得這部分就是反映出 他們的attitude是有受到改變 好所以你們的回答已經結束了嗎 就還有第二個問題 是 Bob 那我來回答方老師第二個問題 就是其實在藥局活動的設計 它其實相當困難 那我們有一個關鍵是 其實進入藥局 我們的行為改變 並不是他們走進去藥局 而是他們已經在藥局裡面 但是他們卻不願意跟藥師進行互動 那我們的研究是顯示說 25到34歲這個族群 他已經比較 比起15到20歲 比較願意走進藥局裡面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努力就是 那他如何願意跟藥師開始進行互動 那其實我們這邊一個最關鍵的訴求就是 剛剛提到的立心供應會這個公益的形象 那我們自己的判斷是 25到34歲這些女性 他已經比較願意接受 避孕之群的相關 而且他比較開始會關心 這些已經在台灣發生的社會議題 所以我們是藉由這樣子的推論 認為這個族群 他們比較願意去關心 這個立心經濟會所關懷的對象 所以我們想說 他會願意為了公益的這個部分 去進行這個活動 那其實剛剛的活動流程看起來 回答問題拍照上傳 其實聽起來是三個流程 那實際上是在活動現場 其實是很快就可以完成動作 而且這邊最主要關鍵就是 我們還可以讓藥師跟這個族群 在回答問題 回答那個避孕是非題的過程中 有避孕資訊的交換 這是我的回答 好 感謝我們隊長的回答 我們進入到第二個問題 我們邀請的是雷倩女士 對我們的同學提問 謝謝 上一次在你們的 第一次的討論的時候 我就舉了幾個問題 那麼我覺得這一次呢 你們把問題的開展 就是一開始你們定義題目的部分 發揮得比上次更要完整 所以首先恭喜大家 同時在最後的那個目標的部分 也是做了比較完整的論述 我今天有兩個更基本的問題 要問你們 第一個是 無論是影響態度 或者是改變行為 前端它一定有一個假設 那麼就像剛才方老師講的 你們的假設是 他們不知道不談論 因此不使用 那麼所打算去改變的場域 一個是在校園 一個是在藥局 那麼這個選擇 會決定你們最後是否有功效 譬如說 如果你在歐美很多國家 它是直接由婦產科醫生 它用這個 診療的方式 就直接交給婦女 它就不需要進入藥局 再去做選擇 所以各位在選擇你們這一個 要去觸動改變的 關鍵的部分 的想法是什麼 為什麼這樣去選擇他們 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是 社會群組的支撐 上回有跟大家討論過說 你一定要最後有 change agent 它能夠長期的幫助行為的改變 他們不一定是專業的人 譬如說你如果把它想成是鑰匙 可能想的有點窄 它甚至可能就是 學校裡面的意見領袖 是同學間的意見領袖 所以如何把社會群組的這種 其他的意見領袖的方式 帶進你們整個的campaign來 這是我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很小啊 我剛才用我的臉書去找女孩為革命 我事實上找不到 你們可不可以再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在實作的時候 的這些詳細的規劃 謝謝 好 非常感謝雷倩女士的問題 請問一下我們的co-worker 誰要來回答第一個問題 首先我先回答一下雷倩女士 剛剛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地點選擇 場域選擇這個部分 那我們會把這麼 就是普遍的把藥局 藥師這樣子的概念 拉進我們整個年度企劃中 其實是有原因的 我們和拜爾就是討論過後 我們拿到了一些專業的資料 就是台灣人對於婦產科或者是藥局 這樣子的一個進入的習慣 那這樣子的資料上面 我們其實看到在婦產科方面 其實台灣女性並沒有在這個年齡層 進入婦產科這樣子的習慣 這邊我補充一個具體的數字 就是台灣進入婦產科的平均年齡是26歲 那這已經很接近 他們其實是要為了生產而進去的 是就是在婦產科部分 台灣女性普遍把它認為 婦產科是以產為重要的概念 那因此進入婦產科被定義成 我就是可能要生育了 才會進入婦產科 那在台灣部分 政府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台灣女性的習慣 那所以政府在推廣避孕這方面 相關的一個概念的宣導的時候 其實也是以藥局作為一個主要的宣導場域 那以藥師作為一個專業溝通的平台 因為女性可能沒辦法在這麼早的年齡 就接觸到醫師 因此他們以同樣具有專業背景的藥師 來作為一個宣導平台 那另外在場域選擇部分 同時也可能回答 剛剛方教授也同樣提出了問題 可能是不是有多餘的活動 其實我們在場域的選擇部分 例如像Awareness 我們同樣是Awareness 我們辦了路跑活動以及野餐活動 但是在這樣子的兩個活動下 其實雖然針對目標年齡層可能是相同 或相近的 但是我們的場域其實是不太類似的 校園野餐活動剛剛講的地點以校園為主 可能吸引的大多是學生族群 但是路跑活動辦在外頭 可能會同樣吸引同年齡 但是可能不只局限於學生族群的活動 那時程的部分也不相同 我們預計透過兩波Awareness 來持續引導女性對議題的關注 因此我們不覺得這樣子的概念是會有重複或浪費 同時場域的選擇也比較全面 那我來回答雷女士第二個問題 那在校園的Opinion Leader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很關鍵的做法 就是其實這些活動 不管是NGO舉辦也好或是其他企業 我們要進入校園都需要有校園當地的一個窗口 那這個窗口可能是像我們的活動 我們選擇是台大女性研究社 那在其他的議題也可能是跟會關心青年議題的社團合作 那其實這些社團就是我們在辦活動的時候 從校園溝通出一個非常重要的管道 這是第一件 第二件像我們剛剛在校園講座我們有提到部落客 那其實部落客剛剛像宅女小紅 他這樣的部落客其實閱讀的人口很多都是在學的學生 那透過他在網路上講解議題或是敘述故事的力量 其實也可以都漸漸的影響在校園這些學生的族群 那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我回答雷女社剛剛第三個問題 關於我們女孩為革命 其實我們有做一個粉絲專業 那因為在實作的部分 我們主要是針對野餐這個活動去做我們的實作 因此我們所設的粉絲專業 主要是在女孩一起來野餐這個活動的部分 剛才你們有說你們的粉絲專業所reach的人數多少人按讚 那那些數字是從哪裡來的 剛剛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那個粉絲專業的活動名稱 就是女孩一起來野餐吧這個活動名稱 所以不是維革命的活動 那粉絲人數就是從那個網站具體的數字 好 那還有第三個問題你們有回答了嗎 好 OK 謝謝你們 那接下來我要再邀請的是我們學學文創之夜的副董事長 詹偉雄真先生為我們的同學們提出問題 謝謝諸葳的報告 其實在出賽的時候我就對你們的這個題目其實非常非常有興趣 因為在我們這次看到的案子裡面 你們這個題目是最直接跟我們一般人的生命政治相關的一個題目 那你們也嘗試要透過改變一個人的意義生產過程 然後完成一個消費場域的改變 某種程度來講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接近文化經濟學的題目 那代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其實在看商業的方式一定有一些改變 那當然你要做這樣的操作你的設想的目標的消費者或者是目標的族群 他一定是比較高知識 設計地位是比較高的 我們在出賽的時候大概也提過 所以你們現在也適度的去修改了你們在出賽的時候 把目標族群設立的比較廣泛的那個包山包海的那個缺點 但我只要highlight一個我核心的問題 也就是說既然是一個意義的創造 我們其實是想透過這個活動完成一個女孩 從一個被動的女孩然後轉變成一個主動的女人的過程 你們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女孩的主體化這個過程 但你們想出來了幾個主要的五個活動的關節 比如說露跑 野燦 演講 藥局 網站 但我其實想要提問的是說 那個主體化的轉變的過程 也就是說人重新去面對自己的身體 並且要成為自己身體的主人的那個過程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孤獨的歷程 大部分的時間它其實難以面對他人 我們很難透過我們在跟他人的交往的時候 改變我們自己 我們又要像盧燒他寫懺悔路一樣 我不斷的每一天晚上在自己想自己 想出新的方法 然後反省自己舊的方法 那個過程都來來回回完成 所以我其實覺得你們應該提供一個情境 是怎麼讓女孩在那一個自己面對自己的過程裡面 去獲得她自己的那個孔志的感受 因為我剛剛看了你們給我的東西 我才知道 抱歉 我是一個男生 我才知道口服避孕藥 你是要每天一顆連吃21天 它其實是一個 我說假如我們要進行這個活動的話 女孩其實必須下定一個決心 非常階級的每一天去做這個事對不對 所以顯然我覺得橫勾在你們的障礙裡面 最大的障礙並不是無知 而是她必須持之以恒 有機率的要去控制她的身體 那於是她必須要一個更大的 更超越性的自我的想像 所以我反而建議你們應該找一個代言人也好 或者是你安排某一個理想的讀物也好 讓女孩能夠自己在跟她自己的對話裡面 有一個支持的力量 大概是這樣 謝謝 是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人給同學們很好的建議 這個問題有沒有要來做一些回應的 好 我可以稍微回應一下 就是在這部分我們也有想說怎麼樣 因為每個人他的生命故事不一樣 然後他關於獨立身體的想像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稍微設計了一個活動 是在野餐那個實作部分 我們邀請他們就是 在來的時候帶一件關於自己的獨立信物 那這個獨立信物像有些人就會 有些人的獨立信物是腳踏車 那有些人獨立信物可能是護照 可能是一個背包 對 那像這樣子我們邀請她帶來現場之後 我們會給她 剛剛影片有看到 給她一張小卡片 那請她把這個卡片 就是寫上她跟這個獨立信物的關係 那我們是希望透過每個人去回想她生命中 有其他獨立的時刻 可能是很孤獨的 然後可能是富愉快的 可能是很勇敢的 那像這樣子的 跟自己故事的連結 才有辦法真的去跟我們的 想要傳達的議題做一個連結 對 所以這是我們在這部分做的一點 就是小小的嘗試 對 那我相信就是這個意見 我們可以就是 對我們來說很有意義這樣 好 非常感謝我們曾仙人的提問 接下來我要邀請的是 遠見雜誌的副社長兼總編輯 楊瑪麗楊總編輯 對我們同學提問 好 那個我延續剛剛那個 張偉雄的看法 基本上我覺得你們找的議題很好 很有社會價值 也做了問題意識也非常清楚 數據也很完整 就是有吃跟沒吃 德國跟台灣的例子就是差七倍 所以我基本上蠻肯定 你們找到一個很好的議題 那至於說我現在有幾個問題 我一個一個問 一個一個打 這樣會比較不會錯過那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我覺得你們Awareness做得很好 就是女生你要自我保護 光靠男生是不夠的 但是呢 你的這個自我保護 好像缺個下臉 How to 我如何自我保護 就是說 我是像你們剛剛那個影片 是好像是性行為前吃一顆就夠了 但事實上你的是應該是一天一顆呼一聲 對不對 應該是 如果用六分鐘呼一聲的話 所以你那個 How to 的那個東西 要把它講大聲一點 可是在你們所有的 campaign 都把它藏起來 是不是不能講 或不行講 這樣是不是宣傳藥品 我不知道 但是應該是說 你正確觀念不是性行為前吃一顆 而是一個月要吃21天對不對 所以我是說那個 How to 保護自己的方法 好像缺個下臉 就是發揮你的避孕力 那接下來你要講一天一顆 或是一個月21顆護你一生這樣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所以我是說你們的行為 為什麼不把它講清楚一點 好 那我延續這個沒關係 我兩個一起問 第二個是說 你的對象是15到34歲 15到30歲所有女生都要吃 因為所謂的意外懷孕 或意外懷孕就是在不可預測下懷孕 所以她不是知道 我今天晚上會有性行為 所以我今天要吃 不是這樣 而是可能被強暴 可能一夜勤 可能跟男朋友出去 本來是去圖書館讀書 怎麼搞到去上床 都有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說它就是意外 所以你不是有期望 所以男生可能隨身都藏著保險套 家長都不知道 那女生是要怎麼樣 怎麼樣是所有 所以你們的主張是15到 只要是15到34歲未婚 或者是說已婚 也不期待懷孕的 所有女生都應該要吃 還是說不管你未婚已婚 就是說你有男朋友 或你不想生小孩 你有男朋友也好 或你有老公的女性 你就是要吃 所以你的對象是15到34歲的 哪一種類型的女生 那這兩個問題先回答 那我再接下一個問題 謝謝楊女士 那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那關於您剛剛有提到 後面建議的就是可能 一天一科這樣子 其實就是有點接近藥品的露出 那我們在強調自我保護的部分 就是我們介紹 除了介紹自主病院雙重病院的概念外 也會帶入各樣的病院方式 讓他們知道有什麼方式 是他們可以自己選擇來保護自己的 要去參加活動才會知道 不去參加活動的人 觀看你們的Campaign是不知道的 我們此外還有網站跟那個 有提到的APP 就是他們都可以接觸到很多的避孕資訊 那接下來第二題的部分 剛剛其實我們主要推的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在有性行為的情況下 就可以去吃來保護自己 我講我這邊補充第二題就是 其實我們楊女士問的應該是說 我們在這15到34歲的這個族群裡面 有沒有要做更細的segment 就是哪一種特定的人 是我們的目標族群 那其實這部分我們認為 就是就以年齡來 我們並沒有特別去強調說 他是要有性行為或是沒性行為 就是還沒有發生性行為 因為像剛剛您提到的就是 其實這種很可能都是在未預期的狀況下發生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是 所有的人都應該提前知道這個觀念 因為你看像18歲他們就發生性行為 那可能15歲可能就是15歲到18歲之前 就已經必須要知道 不然他也很難預期說他哪一天會真的 就是有這個性行為 所以我們不會希望說他 不管他應該說不管他現在有沒有性行為 我們都希望他可以接受到這個資訊 對 好 所以 那不好意思我再補問最後一個問題 那個是說那個社會價值觀 我不知道像我們這五年級生 未婚之前說走去藥房說買個避孕藥 我看人家說你是不良少女啊 就買避孕藥 所以現在的社會價值觀 你們這個年齡層是很open的是說 一個女生隨便不管是15歲還在念國中 你要一個國中生自己走去藥房去買個避孕藥 你要是社會價值觀是可以接受的嗎 據你們的研究了解 或者是一個未婚女性走去藥房說 我要買避孕藥 這個是人家會用醫院的眼光看他 是很自然的行為還是怎麼樣 現在的社會價值觀是怎樣 你們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嗎 好 我一個男生的角度來回答 就是我們認為 其實這也是我們難處 因為說實在的 我不覺得我們現在的社會在台灣 就是要女生自己主動走進藥局 我們還是會有一些障礙 對 所以我們為了克服這個障礙 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把藥師跟藥局帶到活動現場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在一個活動現場 你跟藥師有互動 或者是你走到他的 我們的行動藥局這樣的概念 那他可能就不會覺得 他是在一個密閉的空間 然後或者是大家會怎麼看他 因為那是一個體驗的感覺 那當他有這樣的體驗之後 他未來就更有機會 就是突破那個障礙 他願意走進他的 他臨近的藥局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點上 我覺得應該跟 就是之前的年代沒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這也是我們 為什麼要把藥局 拉到活動現場的一個原因 好 感謝我們評審的提問 現在我們還有個階段 就是深論題 剛才我跟各位觀眾有報告 其實這個部分是同學們無法準備 因為他們不曉得 評審要提出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要一起到台前 我們這個請我們的同學們 來面對一下觀眾朋友 我們也請我們的這個同仁呢 把題目拿出來要現場抽一下好嗎 有沒有一點緊張的感覺 好 您大聲的念出是誰的題目 好 我們是方教授的題目 我們現在請這個投影片 大家看一下 我來附送一遍 企業利用網路作為行銷工具 越來越不騙 但並不是所有的企業都成功 請問失敗的主因可能是什麼 這是方志明教授的出題 你們需要點時間準備嗎 還是可以馬上回答 哇 我們的隊長說 馬上回答 掌聲鼓勵一下 非常的有把握 企業以網路作為行銷工具 其實最一個關鍵的問題是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產業 因為其實有一些產業 它如果同時在網路上銷售 跟它實體有商店 那會發生一個 就是網路禁食 Cannibalization的狀況 所以其實在企業要決定 它是不是要利用網路作為行銷的時候 它應該要先確定 它自己的產業 它自己在Industry裡面的定位是什麼 如果它今天其實在實體商店 它賣的是service 它賣的是體驗 那它把這個活動放到網路上面去賣 那可能大家就感覺不到 那個真正的服務是什麼 所以這個我認為是企業體質上在選擇網路的一個關鍵 大家要不要補充 就是還有一個 就是我覺得目標族群也很重要 就是回應剛剛他剛剛講的產業 可能因為不同的產業它會有不同目標族群 那搞不好你的消費者是完全不使用網路的 或者這項產品 他們不習慣透過網路來就是搜尋 但是像我們剛剛為什麼做避孕的話 我們會做關鍵字廣告 是因為大家對於避孕這個一題他們都很害怕 所以他們會習慣是用躲在電腦後面 然後用搜尋的方式 他不會走出去問別人 那像這樣子的設定 這樣的關鍵字就是合理的 可是有一些產品它是 它的消費者不會上網搜尋的 可能是譬如說比較年長一倍的 那他們可能就不適合做網路行銷 好你們的回答 OK嗎 請問一下我們的評審或是方老師 有沒有要再補充來追問的 好 OK 那我們就給他們一個掌聲好嗎 我們在一起我們的隊伍來給大家 謝謝謝謝謝謝 非常非常辛苦的表現 謝謝 謝謝 非常肯定,OK,I got it